好家伙直到看到王力宏13年前的歌 杀回乐坛 获得官媒力挺 我才知道 原来他早在20年前 就已经开始抵抗洋人了 真正的竞争对手 不是眼前的这些优秀的英人 而是那些国外的其他的艺人 火力全开 这首歌的歌词堪比红歌 一半中文和一半英文的混合 中文又来鼓励国人 英文又来对老外踩点开大 都怪以前听不懂英文啊 现在看懂英文 歌词的意义简直是太炸了 听歌的时候 发现评论区老有人提什么三代 我寻思这是个啥 就去听了一下 原来是TFBOYS的师弟们的翻唱舞台 咱就是说一听 还是年轻啊 和王力宏当然比不了 不过粉丝倒是整出来一种 他们才是原唱的架势 网友更是金句评出 火力全开 要我说唱的 真的不如这些网友们 他们说自己是民兵 还真不是开玩笑 各个实力报表 但是英国秀才 你是有点乱入了 真是祖宗抢劫 供我长大 我对祖宗贴脸开大 他到底过逐一步 愿再做奴隶 我叫他们被入棋 打你双泪的卡卡 我说何必怕他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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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别想他们磕头 文化是无息 埋在每根神经 要说王力宏的好歌 真的是数不过来 作为华语乐坛顶配一体积的王力宏 又为国家大型纪录片子进城 创作了主题曲 天地龙铃 提到龙 那就不得不说王力宏的经典龙的传人 虽然王力宏从小在美国长大 但是他本人却一直很爱国 小时候的王力宏 经常听自己的叔叔李建妇 给他放龙的传人 2000年 王力宏根据自己家庭移民美国的经历 改编创作了这手龙的传人 让他一炮而红 还登上了春晚演唱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墙 他的一名字就叫 城墙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他的一名字就叫 什么红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一名字就叫 中国 不过 不过这位出道快30年的华语天王 其实从一开始就力挺中文歌 并把将华语乐坛带向世界 视为己任 有时候你看 尿书他一首韩文歌也红遍全球 但是这个也是少之又少的一个例子 也算是一个奇迹 那这种什么时候一首中文歌曲 可以红遍全球 这个也是我觉得 我希望可以看到那天 我觉得大家都 应该 要努力往这个方向吧 事实也证明 他在这条路上不只是前进 更是挖掘民族音乐元素 2006年 一首盖世英雄 横空出世 不仅将京剧和昆曲元素 巧妙融合 还加入西方嘻哈饶舌 至此 一首被人津津乐道的中西河壁经典之作 就此诞生 A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 near Ch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不塞满 雷塞同意 走英红 嘿唔用意 Much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ain Lo C 不管是创作能力 还是唱功 王力宏都是顶级的 虽然王力宏 不用去歌手证明什么 但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付出机会 期待王力宏 后续的舞台